记者于赵福新北报道,深奥燃煤电厂重建案,国民党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上午重申他若当选市长,会禁止和发生煤许可,并且要苏贞昌对这问题清楚说明,不要模糊回应,苏贞昌反击说,这个选举语言不能太当真,如果侯友宜真的要当选后进煤的话,为什么过去七年不禁? 为什么现在朱立伦不禁,要等侯友宜当选才禁?苏贞昌进一步指出,现在连口电厂的就是燃煤的,新北市府现在就可以下令禁止,苏贞昌说,所以这种等我当选才怎样的话,全国各地在选举的人都在讲,过去选举的人,我们看的不是嘴巴怎么讲,是看他们怎么做事,会做事, 真正又在做事比较重要?苏贞昌重申他对深奥电厂的态度,强调,我的立场非常清楚,就是新北市有四百万人口,要过好生活,不能没有电,而我如果当新北市长,我一定对新北市民的健康非常重要,我讲得很清楚,就是要有安全无污染, 如果没安全有污染,我一定不同意,我如果当新北市长,我会严格为新北健康把关